我们念诵南无达三声来礼听佛 上一周我们讨论了生灭水观之 也就是上一堂课谈的生灭水观之 今天要跟大家温习上一堂课的内容 在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观染 就是十种观染 十种观禅的杂然 如果一位常修者能够克服这十种观禅的杂然的话 就能够达到观世的成熟 如果克服杂然 就进一步到达行道之间清净 现在呢 我们要详细讨论行道之间清净这阶段 实际上 行道之间清净呢 是指更高的观知 也就是达到这一阶层的清净过后就有更高的观知 当一个常修者克服所有的观禅的杂然过后 在还没有克服杂然之前呢 是比较是嫩的观知 比较不成熟的观知 但是克服过后 在行道之间清净 这个生灭水观知呢 是比较有威力 而且更成熟 所以 这行道之间清净呢 其实是包含了 也就是克服了各种观禅 观的杂然过后 也就是之前老师 这样一堂课所讲的 十种观禅 灭水观知过后 还有更高的观知是坏灭知 今天老师将会讲解坏灭知的修习 此外还有不畏知 过患知 厌离知 欲解脱知 审查知 还有行舍知 以及随顺知 这些观知呢 都称为 比较高层次 高阶级 高层次的观知 也包含在 行道之间的观知 也包含在 行道之间清净 行道之间清净 这阶段 包含了 所有这些 观知 这个过后 就只有一个 一个阶段 一个步骤就达到了 生到 生果 也就是 已经非常接近 生到生果了 今天我们将要讨论 首先是坏密 今天我们将要讨论 首先是坏密质 坏密水关质的修习 就像我们曾经学习过的 审思审查 思维 无常苦无我的 这种修观方式 但是在坏密之这个阶段呢 我们也是要继续辨识不同的究竟明色法 行思它 无常苦无我 首先辨识 明法色法的生命 就像之前所讨论过的 这是 这只是 这是简要的修法 之前所讨论过的 这是 这只是 这是简要的修法 过后呢 还有 首先是编识 明色的生命 过后 编识 明法色法的命 再进一步 编识 五蕴的命 还有 编识 缘起 体质的灭 在这里呢 老师 将会讲解不同的 修习方法 不同步骤的 不同的步骤 在修观察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需要辨识 所有的色法 所有的明法 过关系 也就是缘起了 但我们需要 但我们需要 而省识 色法 过后 明法 在辨识色法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 这些究竟法的生和 灭 过后 我们要进一步辨识 他们这些究竟法的印 也就是辨识究竟法 也要辨识究竟法 也要辨识究竟法生起的这些因 然后显示它为 无常苦无我 然后这种辨识呢 是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修习 所以在这边 谈到的这个坏灭之 也就是我们必须能够知见 看到 插那 究竟法的生 插那的生灭 举个例子 色法 究竟色法 我们先谈色法 看 在一开始休息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辨识到 究竟色法 然后看到它 插那的 色法的生灭 看到过后呢 就显示它为 无常苦无我 过后 如果我们 我们能够很好的 边识色法的生灭 它这些生灭过程 快 很快在插那的生灭 那时候呢 就不需要去知道它的生 只是去专注看它的灭 不需要再注意它的生 持续的专注它的灭 然后省私 无常苦 无我 这是开始修习 观察 以灵色法的方式来修观察 过后呢 可以进一步以 五蕴法的方式来修 比如说色蕴 只是专注它的 看到生灭 然后专注它的灭 然后省私它 是无常苦 无我 过后 就收蕴 只是专注收蕴的灭 然后省私它们为无常苦 无我 那同样的想运 行运 运也是如此 如此 辨识完这些 究竟法过后 那我们要修习缘起的时候 要怎么观呢 在这边 小师通常不建议禅修者去修习因果 它的因果 辨识它的因果关系 因为它只是需要观它的灭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边不去省私它的 不去观察它的 因缘关系 只是看它的缘起之 它的灭 然后省私无常苦 我 比如说无明 辨识到无明过后 只是看到无明的灭 然后就省私它为 无常苦 无我 这就是我们需要修习缘起之的方式 也就是在外面之这个阶段 怎么修习缘起之的警察 其实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解说的 在这个外面之这个阶段 也要注意几点 在圣典里面有提到 是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当 采修者的观知成熟的时候 看到它的身 看到究竟法的身 主 看到它的身和主 还有它的相 相 比如就是它的密集 或者是它的聚合 过后 看它的转起 也就是升起 也就是通过这样 让观知很强而有力 很成熟的时候 就不会看到这四种现象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现象 只是看到究竟法 也就是没有办法 也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密集 已经破除密集 没有看到这种聚合的相了 在这个坏灭式的阶段 当然针对明法的话 明法本身就没有 一种一种像 或者是形状 没有色剧相的现象 但是呢 在色法里面就有色剧 色剧里面就有究竟法的现象 和特征 所以在花音灭织的时候 就看不到这些密集的现象 还有看不到它的因缘关系 原生的关系 因为非常快的生灭 非常快的灭 所以呢 由于不 由于不 注意这四种现象 观知呢 就不知道这四种 此外还有在这个阶段 还有不同的修观的方式 总共有七种 七种随观 当禅修者 省思 这个究竟法 为无常苦无我 这三种像 我们是很熟悉的 有时候我们也知道 要有不尽的行思方式 就是无常苦无我 水观 还有不尽水观 也就是烟雾的 烟雾响的水观 这四种 无常苦无我 不尽我们 是在开始的时候 就很熟悉的这种 很熟悉这个步骤 然后呢 在观察开始修的时候 也需要修的 渐渐的当禅修者的观知 越来越成熟 和熟 和强而有力的时候 就可以有这七种随观 七种随观呢 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简单 也就是 随 无常随观 就像大家所知道 无常的随观 是很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佛教徒也知道 所谓的无常 无常的随观 无常性 还有苦的随观 还有苦的随观 这也是很普遍 这也是很普遍 大家都知道 还有无我随观 这三种随观呢 无常苦 无我的随观都比较普遍 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当一位残修者 需要修观禅的时候 必然是 必然是辨识所有的灵色 究竟法为 无常 然后行思为 无常苦物 另外还有 另外一种水观的方式 就是 Nibita Nibita Nubasana 就是 燕尼的水观 这些水观 因为老师需要去 找它的出处 更详细的解说 那此外还有 离遇水观 水观离遇 离遇的水观 还有 灭水观 最终 还有 舍离水观 这些修法呢 都叫做 七水观的 不习念经的内容 在这部经里边呢 总共有不同的步骤 总共有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施主四个步骤 首先是 止禅的修习 比如说 先开始 是观察长习 短习等等 在经典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长的出处 出处和入处 短的出处和入处 这是止禅的修法 当我们修习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刻意去 让呼吸长 或者是短 它必须是自然的 也就是 如果说 气息很长的 我们只是尝试去知道它 如果是短的气息 我们也只是尝试去知道它 这是我们应该在止禅的阶段 修习的方式 这是我们应该在止禅的阶段 修习的方式 此外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 所谓的觉知全息 或者全身息 这个阶段也是蛮简单的 就是知道 在一个触点上 知道气息的从头到开始的整个过程 也就是说 它这边是知道整个过程 这边呢 有错误的诠释 全身不是在这一组里边呢 也有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平静身形和呼吸 也就是 最终我们的气息会越来越维系 当气息变得维系的时候 直到最终失常的时候 气息就消失了 也就是呼吸停止了 也就是 总而言之 在这四个阶段里面 每一个阶段呢 我们都要知道自然的气息 气息可能是 休息可能是长 然后呢 我们也要尝试知道整个呼吸的过程 最终气息变得很维系 很平静 整个过程 我们都是自然的去知道这个气息 这个是止禅的阶段 所以在实际的阶段 所以在实际休息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专注禅相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知道呼吸出息了 我们只知道禅相 所以简言之 这四个步骤 叫做止禅的 止禅的 休息直到禅的阶段 在平静身行这个阶段呢 也可以到达观禅的 比如说 这个阶段进入了 这个禅的过后 出禅过后 出丁过后呢 再去变识里面的 灵法设法还有他的缘旗 进一步行事他的无常苦我 这个就是观禅了 所以在入出习念经词里面的 灵法设法还有他的缘旗 进一步行事他的无常苦我 这个就是观禅了 所以在入出习念经开始休息 就是这四组的四种休息方式成立 那第二组四种休息方式是觉知喜 那我们谈到觉知喜体验喜的时候 我们必须就必须谈到禅那了 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哪一个禅那是更喜相应的 首先出禅、二禅 这两种禅我们谈到四禅嘛 出禅、二禅是跟喜相应的 也就是禅修者需要进入出禅 出禅过后 然后就去辨识出禅的灵法 再行事他的无常苦我 那那个时候就是觉知喜 而出如喜 那第二禅也是有喜 喜也会生起 所以禅修者必须进入第二禅 出禅过后 然后辨识禅那的灵法 也就是辨识他的色法灵法 和他生起的因 和色法灵法生起的因 然后进一步行事 他为无常苦我 只是在这个休息过程中 只有一个差别 就是在这个阶段呢 是强调着重喜 这个明法来修喜 然后进一步行事他无常苦我 虽然我们讲 堂强调这个喜 但是其他的明法还是要去辨识和 行事他们为无常苦我的 所以这个阶段叫做 觉知喜 而 观察 而出席 第二个步骤是 觉知热 乐 第二个步骤是 觉知热 乐 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知道 究竟 哪些缠纳是更乐相应的 总共有三种缠纳是更乐相应的 就是出禅 二禅 二三禅 二三禅 总共有四种禅 出二三四禅 然后 一二三禅 进入禅 过后 出禅 然后辨识他的明法色法 过后 就着重 这种 他的乐 来 行事他无常苦无我 这种修法 这个步骤呢 叫做 觉知和体验乐 而观 不出席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步骤是 觉知 心 行 在这边 谈到的 觉知 心行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觉知 或者是体验 是心 行 那这边我们就要考虑了 什么是心 心 心行 心行呢 其实就是 除了喜 跟乐 的其他的所有心所 比如说 收 想 比如说 收和想呢 都会跟所有的长纳相应的 所以 这边讲的 心行呢 是包含了 所 除了喜 跟乐 的这些心所 所以就包含了 所有的 禅 都会有 心行 所以 他就可以进入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从这个字的禅 那出丁过后 就可以去辨识 禅 那的色法名法 和他的色法名法生起的因 然后过后就 着重 受 或者是想心所 或者其他心所 然后 行思 这些 刑法 为 无常 苦 这些 刑法 为 无常 苦 无我 这个步骤呢 也叫做 觉知心形而 观察 这是第二组 第四 最后一个步骤是 平静 心形 这边讲的平静 就是 让心形平静下来 究竟怎么去平静心形呢 实际修的时候 当一位常修者 能够体振更高的长纳的时候 所有的心所都会比较维系 越来越维系的 所以 当 心所越来越维系的时候 这其实也叫做平静了 比如说 跟 初禅相比 二禅呢 是比较维系的 同样的 跟二禅相比 三禅呢 是比较维系的 同样的 跟二禅相比 三禅呢 跟维系 那三禅跟四禅相比 也是四禅更维系啊 所以 也就是说 常修者呢 需要 逐步 体振 进入更 更高的长纳 这边讲的行 就是刚才讲的 主要讲的 受和想 所以 常修者可以 着重 辨识 更 平静 或是更维系的 受和想 在不同的长纳 里面去 省思 去辨识 这些更维系的 受和想 然后 行思他们为 无常苦 无我 这也叫做 平静心形 而注意呼吸 所以 这一个水关 如果我们以思念著的方式来分析的话 首先 第一组四种步骤呢 是深水关 那第二组的四个步骤是受水关 就是 长细 短细 前细 和平静 身形 这个是 深水关 然后 第二组的四个步骤 受水关呢 就是觉知喜 觉知乐 觉知心形 还有平静心形 这四个步骤 也叫做 第二组的 受水关的修法 受水关的修法 这是 主思 另外 另外 主四个步骤是 首先是觉知心 这边讲心是什么呢 也就是心识 在每一个心识刹那 都有心识 也就是禅修者如果能够进入禅那入定后每一个禅那里面每一个心识刹那都会有禅那心识 所以禅修者首先进入禅 入定 出定 过后 再去辨识 刹那的色法 灵法 和它能生起的因 过后 就着重 它的心识 那个刹那的心识 然后省识它为 不是着重它的心 同样跟它伴随的 所以 过后 同时伴随着它的这些色法灵法 同时去省识它无常苦无我 这也叫做觉知心 这边老师要稍微详细解说 这边的觉知 觉知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需要实际的去体验它 彻底的去知道它 这边我们也要提到所谓的真知正念 也就是这样常修者能够入定 所谓的真知 也就是我们知道气息 我们也知道这个长相 也知道所谓的明色 所以这边就是有真知 然后进一步再修习观察 越来越深入修习观察 当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这些明究经法 我们的观智就更强 老师曾经讲过 在坏灭之的时候 老师有讲过嘛 我们 修查修者已经不能看到色剧了 但是却能够知道究经法 就是纯粹的究经法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真知 真知也是这边讲的觉知的觉 觉知了 那此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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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心喜悦 或者是喜悦心 阿比是很好很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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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是喜悦 是喜悦 就是让心喜悦 让心喜悦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开心起来 喜悦生起 也就是当我们 学习喜的生起的方式 这个在之前我们也谈过嘛 这个喜怎么去体验喜 那时候我们都有解说过 禅纳有多少种禅纳是跟喜有相应的 同样的 让我们谈弊地 也就是禅修者进入出禅二禅 这两个禅纳是有喜心锁的 所以进入这两种禅纳呢 就是让心喜悦 也就是这个步骤呢 这个步骤呢 就着重 就是喜心锁 同时也可以 也需要知道其他的色法 其他的名法 然后 边使的这些过后 就去边 行使所有的这些行法为 无常苦和无我 所以这个步骤呢 也叫做让心喜悦 那还有就是最 最长看到的这个把力指就是 什么啊 就是让心专注 定心 那很多人都会问 就所谓的插纳定 但是当大家去学习 读阅读这个 这个清净道论的辅助的时候 或者是无爱解道的异注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普段言的这个异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字 在这些异注诗里面 这些异注里面呢 异注诗都会提到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要去了解究竟什么是插纳定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要去了解究竟什么是插纳定 也就是都会提到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要去了解究竟什么是插纳定 也就是长修者先进入任何一个插纳出定 当常修者需要去辨识究竟设法明法 就是插纳的明法设法的时候 那时候再醒思 这些究竟设法明法为无常可无我 在这样做这样醒察的时候 插纳定就会升起 这个是异注诗们所讲的 也就是说 出定过后呢 传修者可以行思 插纳的明法设法为 无常可无我 插纳定 所以根据这一个步骤我们需要知道怎么休息观察 也就是在每一个常那里面 都会有一晶性的这种新锁 这边是什么的 什么的汉是定 定其实就是一晶性 也就是常修者必须进入任何一个常那 出定过后 着重这一晶性的新锁 着重这一晶性的新锁 然后就 让心 而是让心专注 另外 在这一组里面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解脱心 就是让心解脱 在 也就是在任何一个体振底下 我们的心都是 在某一 都是解脱了某一样东西 解脱了某一种境界 比方说 当一位常修者能够体振 在某那的时候 心其实是已经从五盖解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心就不再有五盖干扰 也就是说心解脱了 在五盖解脱 就是一解脱来修 所以 那时候就要 二层的心呢 是从 寻跟思解脱出来的 所以 寻跟思 这两种心 这两种铲子是比较粗的 所以呢 不想去不需要不想要有这两 两个比较粗的寻思 新锁或者是禅师 然后通过这样进入二禅 就因此解脱了这个寻思 然后三禅呢 三禅是从喜解脱出来的就是 没有喜 也就是三禅 从喜解脱了 那思禅呢 思禅是从乐解脱的 解脱出来了 没有了 思禅呢 思禅是从乐解脱的 解脱出来了 没有了 所以这种就叫做解脱心 就像老师之前讲过的 在从四种缠纳 任何一种缠纳出丁过后 就需要辨识所有的 这些明法设法和他们生起的因 过后 如果常修者能够 省思这些的刑法都是无常可无我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着重强调他的心识 这也叫做 这个最后一个步骤 解脱心这个步骤 也就是 这四个步骤 也叫做 心随观 叫做 心随观 也就是思念处里面的 心随观了 那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四个步骤 也就是 露出洗念经 最后一组的四个步骤 首先是 水观无常 这个之前老师已经讲过 大家也知道的 也就是 省思无常 还有 离遇 水观 离遇 这个老师在 开始的时候 七水观 那边已经解说过 在七水观 里边呢 离遇水观 是其中一种 一种 无常 无常 是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就是 看到任何的 产纳 明法色法 它的身灭 然后形式它 无常过过 但是在 这个阶段呢 我们只知道 只注意观察它的灭 灭 所以只观察它的 这些究竟法的 灭 然后 省思它 无常 无常 这边也叫做 水观无常了 那水观离遇呢? 这边讲的离遇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种离遇 这是行法的 刹那 刹那的灭 这个也叫做离遇 刹那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心识刹那 有生诸灭的这个阶段 这个灭的阶段 所以就是 刹那的灭 在巴黎叫做 乌巴达尼罗达 有生诸灭 那另外 还有绝对的灭 绝对的灭又是什么呢? 也就是 当我们讲 刹那灭过后 它生起了过后 就灭 灭了过后也有生起 然后又继续灭 又生灭 这叫做刹那的灭 但是绝对的灭是什么呢? 就是灭盘 也就是 灭了过后就不再生起 灭了过后就不再生起 这也叫做 绝对的灭 也就是 休息观察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边 谈到的 坏灭水关的话 只是 观察它的灭 在过去一堂课 老师 谈到 这个缘起嘛 缘起包含 看到 需要 不同的鞭食方式 圣有不同的鞭食 灭的也是 然后这一边呢 也谈到了 刹那的圣和刹那的灭 这边谈到的是 刹那的灭 和绝对的灭 当 禅修者可以挺着灭盘的时候 就要知道 所谓的绝对的灭 也叫做无生之灭 也就是 禅修者需要尝试知道 这两种灭 或者这两种礼遇 或者是 比较好的翻译是 礼覃 这两种的礼覃 另外一个步骤是 水观灭 它这个灭 水观灭呢 跟刚才讲的水观离染 是相似的 内容是相似的 只是字眼不同 这边也是有刹那的 刹那灭 光 辨识过后 就省湿它的无常苦物 当禅修者能够体震到涅槃过后 它这个叫做绝对的灭 不在身体 这个叫无生之灭 在死去修夕的时候 禅修者也要尝试去观 也就是在修复处洗念的时候 最后一个步骤是 水观舍离 大家都知道 Badini Saga 就是舍弃的意思 究竟这边讲的舍弃是什么意思呢 舍弃的意思就是 舍弃什么 就是我们能够放下什么 舍弃什么呢 也就是当观世很成熟的时候 能够放下什么 舍弃什么 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是 当无常观很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舍弃这个 慢 我慢 因为 我慢跟 慢 我慢 无常是相反的 如果一个人 对无常很偷彻之道路过后 就不会有这个慢了 在时期 现在时代很多参修者说 他修夕无常苦我 但是也感到很 也慢性很强 其实当一个人知道无常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慢性了 另外如果说这个苦想 这个苦的想很有利的话 我们就可以舍弃 直取 你知道一切都是苦的话 我们就不会对他直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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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无我想 另外就是无我想 当一个人他的无我想强而有力的时候 他就可以舍弃 邪见 也就是可以舍弃他的烦恼了 所以简言之 当一位残修者能够有系统的休息观禅的时候 当观治很成熟 很有威力 我们的 他的这个 无常想 苦想 无我想 就会很有威力 最终 就可以 舍弃烦恼了 这个步骤也叫做 水观舍离 或者舍离的水观 也就是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观治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也就是 当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倾向涅槃 舍弃过后 因为舍弃 所以就会倾向涅槃了 也就是当我们能够 水观舍离的时候 因为观治的成熟 因为观治已经倾向于涅槃 那时候观治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所以简单的来说 老师之前讲的七种水观 重复讲解 《露出心念经》里面的内容 也是包含相识的这些水观 在之前讲的七水观里面 也有无常水观 苦水观 和无我水观 在七水观里面 也有离染水观 灭水观 还有舍离水观 那这七水观呢 在《露出心念经》里面 也有提到 那这七水观呢 所以今天呢 老师已经讲解了 所以今天呢 老师已经讲解了 作为总结 要修习观察 在这个阶段 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修 有五蕴的方式 十二出 十八戒的方式 可以修 还有反观法的修法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有很多 步骤 修习的步骤 要做 如果我们能够有 系统的 如此修习 我们的观智 就能够成熟 最终体振灭盘 愿大家能够 一群佛的教导修 也因此 愿大家能够 体振追踪的止息 也就是苦的止息 sadu,sadu,sadu,sadu yish?sadu sadu 第一个问题 跟舍心不一样的 这边老师讲 解脱心呢 它只是 心识解脱某一种烦恼 比如说出产 从 解脱出来 去心识 請 这个舍心呢,是可以是舍受 比如说不苦不乐,这个叫做舍 所以在出禅里面呢,就没有舍了 是有乐的 三禅也是 也就是如果翻了 巴拉吉嘎 过后呢 他没有所谓的 忏悔 他就是 还说做再家人,或者是沙门尼拉过后呢 可以继续修习体证 惨纳道国的 Vanamissiado 同样的问题 Vanamissiado,如果 Bikkhu has 犯了巴拉吉嘎过后,中罪 是不能 在 出嫁的 即使 即使他 去出嫁也不成立 但是呢,他可以继续 做 撒门尼拉或者是 在家居士 试的 试诗主诗 也就是伸受心法 然后刚才老师讲的最后一组是 法随念 法随观 西亚多 我们怎么去省思 别人的 呼吸 也就是 省思 外在的 呼吸 其实 其实 这边呢 有一些 需要知道的 也就是 当我们 在读 这个 大念 诸经的时候 大念 诸经 每一个章节 最后一段 重复的定型句 都有谈到 要观察 内外 等等 这一边呢 只是包含 观禅的修法罢了 没有包括 子禅的 实际修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知道 禅那的名法和 这个 色法 这边 讲的外在的名法色法呢 这边 讲的外在的名法色法呢 是 不是 要叫我们去看 去读别人的信 只是要知道 外在的 也就是不需要去专注别人的气息 而是 普通 不偏的去知道 这个外在的 这个色法名法 这边有个问题 顶礼尊者出国到阿拉罕 是重复修习惯之吗 的确 的确 出国到阿拉罕呢 他们就是继续修观禅 西哈罗 他想请问西哈罗 他想请问西哈罗 这个 平静心 平静心儿关系 刚才老师说是 是比较高的产纳而修的 是比较高的产纳而修的 这个是进行钉还是出产呢 是 就是平静心形 这个步骤是比较高的产纳而修吗 老师回答说 平静心形是第三组 第3组的4个步骤 第2组的对不起 平静心形 这边讲的 平静心形 这边讲的平静 平静心形 就是平静他的新锁 在这个阶段呢 他只提到是4禅 也可以讲 这4个四禅就是4种禅 它也可以包括 静心钉 为什么呢 可以包括因为 4种禅都有它各自的静心钉 当我们谈静心钉的时候 它也是5个禅之 所以5个禅之 5个禅之 进行钉也是有 安置钉也是有 所以 因此可以行似它无常苦物 也就是平静心形 是平静心形 是针对 参纳钉的 在其他的 这个 参纳钉的 在其他的 这个 这个 参纳钉 比如说 它里面有一个 种性质吗 这个 这个 参纳钉 老师说不是的 也就是说 它参纳钉意思就是说 当能够辨识到 每个 这个信实刹那的 生灭 生灭的时候 这种能够观察到 生灭生灭的时候 就是有 刹那钉了 这种能够辨识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